網上一些好事之圖 經常大讚美國民主什麼什麼 但美式民主似乎幫不到一班年輕人 根據一項調查顯示 接近一半的18至29歲美國年輕人 寧願選擇搬回家和父母住 乖乖地做個近老族、月光族 這個數字還是自194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高的紀錄 我都沒有錢,看他們窮嗎? 不過,這班美國年輕人近老 可能隨時變近骨 事關美國聯邦儲備局 之前公布了一份調查報告說 由於高通脹侵蝕了收入和儲蓄 去年秋季美國人的財務狀況真是認真麻麻 物價上漲已經令到更多美國家庭 處經濟不穩定的狀態 如果連老都沒得近 美國年輕人撞什麼路可走呢? 美國民生惡化 貧富與階層對立加劇 奉勸拜登政府都是你碰自己的事情先 不要多管閒事、搞風搞雨 這樣對美國對全世界都可能是好事 你醒啊 bang 怪異 幸好